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纪委委员 还有重中之重的军委委员 特别是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和何卫东都是习近平的铁杆 但是从军方会后的表态来看 似乎对应着习近平对军队还是忧心忡忡 到底是什么事令他在权力全面稳固之下仍然感到不安呢 作者表示中共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在11月2号发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学习二十大精神的文章 表示坚定维护核心 坚决听从指挥 在连番吹捧习近平之后文章表示 中共军委联指中心各战区机关干部认为 必须坚决做到忠诚核心 拥戴核心 维护核心 捍卫核心 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确保枪杆则永远听党指挥 最后还表态称要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一切行动坚决听从习主席指挥 作者说这些内容雷同的党话 在10月16号中共二十大的开幕日 时任的中共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张又霞也讲过 这一次让全军军队干部也强调一次 有点像搞人人过关 但是这些话在中共二十大过后 听起来有点刺耳甚至有点诡异 作者说中共往往是缺什么就喊什么口号 这是否意味着军队真的缺少对习近平的忠诚呢 同样是在11月2号 中共的官媒新华社表示 日前中央军委印发了 关于生化军委主席负责制贯彻落实的若干意见 文件强调以制度保障让军队达到 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 让习主席放心 还对全军各级 特别是高层党委高级干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联系到中共二十大结束 也就是10月22号之后的第三天 10月25号 习近平曾经主持在政治局开会审议 所谓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 要求政治局带头 全党和习近平一致 在会后十天之内 习近平又要军队高层战队 表态让习主席放心 同样令人怀疑 军队令习近平不放心到什么程度呢 作者表示尽管过去几年军方也有谈这种表忠的老调 但是刚好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当中 用一个小节大谈政权安全 明眼人都知道 在习近平控制全党之后 政权安全归根结底 是习近平自己的安全 作者说到底谁在威胁习近平呢 现在已经不是所谓的反习派和非习派 中共党内腐败多年 现在高层集中的趋炎附势 建立妄议之徒 党内各派不管有没有被整肃的 都已经成了墙头槽 为的是同坐一条党国利益大船 哪怕人民面对洪水滔天 作者说但是中华之大亦是在民间 就在二十大之前 10月13号发生了彭在州在北京四通桥 挂霸席反共横幅的抗议事件 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和关注声援 彭在州当天现场被抓 他这个著名的抗议直接针对习近平 彭在州横幅上的口号已经成为了名言 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封锁要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还有一句罢客罢工 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网络上大量流传彭在州提前投给海外网站的正纲文书 作者有研究过 表面上彭在州没有直接反共 并且是基于非暴力 但是他提供了一种类似以共灭共的思路 利用中共的体制实质翻转中共政权 实现民主宪政 其策划当中包括了策动军队起义的文书 彭在州在宣传材料当中呼吁中国全国的军人和警察 像蔡厄、李列军、唐济尧一样勇敢 不要助纣为虐 不要为独裁者卖命 不要为独裁者当炮灰 文书当中明确标示 重点让军人、警察、武警以及政府官员收到信息 在面对公民抗议的时候 策反他们参与是事半功倍的方法 最后期望出现像蔡厄一样的护国将军 将独裁者彻底赶下台 作者表示正刚当中也提到了军队国家化 表示如果对党效忠 那就是党卫军 如果对个人效忠 那就是打手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军队 都不会效忠于一个党派或者是个人 在其致全国同胞的一封信当中 第一收信人就是中国全国的军人、武警同胞们 作者表示尽管中共全网封杀消息 但是相关的信息继续在中国大陆秘密的扩散 一些地方墙壁和电线杆子上面 甚至学校的厕所里面 出现响应和跟进彭立发抗议诉求的 手写和列印标语传单 不少中国国内的人是因为声援彭在周 或者是转发相关的图片文字被抓 作者在不同的渠道了解到 中国国内从基层官员到企业富豪 从一般民众到大学生 都有许多人知道事件 相信中共高官包括军队高层 他们更加的清楚 作者说中共军队是专制政权当中最封闭的地方 但是越是这样的地方 可能会有不同寻常的人物深藏未漏 未必不会出现蔡厄式的降临 这是北京的当权者最害怕的 而彭在周和他可能的同伴们也肯定深知这一点 未来更多的反共人士也会开始更关注 以共灭共策反军中蔡厄式的降临 作者表示 故此在习近平谋武统台湾之际 彭在周所为正好触动了习近平的心病 作者说从有线的网上的资料得知 彭在周本名为彭立发 是中国的黑龙江人 是一名电磁学研究的科技工作者 他有一个美好的三口之家 北京律师莫绍平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 如果得到彭在周的家属委托之后 他可以接受委托代理案子 他说彭在周最严重的是可能会被控颠覆政权罪 但是邪恶成性的中共一旦对自己的普通国民 加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打压 就完全是黑箱操作 所以我们看到高智盛律师被失踪超过五年 所以我们还看到中共当局今年5月3号 公布了一位马某某的国安案件 指马某某筹备成立大陆临时国会 借助境外的力量推翻中共 人们无法知道马某某的情况 作者说就在人们担心彭在周处境之际 彭在周传出已经被枪决 根据海外推特热传一章 指彭在周已经遭到枪决的截图 著名老陈10月31号的留言说 恒福哥指的是彭在周20号枪决了 家属里有公务员或者公职全部开除 八年之内不能出国 手机不能接国外电话和信息 他是英雄真正的英雄 历史会记住他的 截图当中还表示老陈说 没有正式逮捕令 没有起诉 没有应诉 没有判决 就枪毙了 这是法治国家干的事吗 这与北朝鲜有何区别呢 作者说我们无从了解彭在周的死讯是否真实 但清楚地认识到中共的暴虐和流氓性的人 都会担心彭在周可能会遭到毒手 但愿不是真的 作者认为如果彭在周真的被杀了 那是因为中共当权者极其恼怒 而最让当权者恼怒的是因为彭在周触及其长军的心病 那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第二篇文章是来自法广 署名为安德烈的一篇文章 文章的标题是 暴君僵尸凶兆 二十大胡锦涛离席事件还在发酵 文章表示中共二十大闭幕已经两个星期了 习近平前任胡锦涛闭幕市上被赶走的一幕 太过于惊世害族 产生的冲击波还在波档 流传在海外社交网络当中的信息显示 这一话题在坊间 在熟人聚集的饭桌上议论不断 作者说原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离职干部 现年77岁的延怀 日前以清华大学校友的身份 致函习近平 要求尽快地公布学长胡锦涛的现状 延怀在信中指出 胡学长的离奇事件令人费解 当局应该迅速公开事实 立即平息混乱 并指离奇事件如果不澄清 将严重的影响贵党和中国的声誉 作者说胡锦涛闭幕市上 究竟为什么被逐不得而知 或者是一个永久的谜 但是闭幕市长河恰好对外国记者开放 世人得以直面目击这一罕见的场面 留下的印象及象征意义极具颠覆性 有评论指习近平顺势壮大了 壮大到不可一世的地步 壮大到二十大闭幕出现了让世人惊骇的一幕 壮大到前任胡锦涛被赶走时 所有被他提拔的官员 几乎是在场的相当一部分的官员 一个个都像僵尸呆坐着 不敢丝毫有所同情 习近平当然有意要制造这样的局面 而李克强面对自己面容哭搞 病态隆重的老领导又有何表示 胡锦涛临走的时候还回过头 似乎要跟习近平说一句告别的话 习近平极其默然 胡锦涛敲敲李克强的肩膀 颇有叮嘱多多保重的意味 李克强甚至连起立握手送行的姿态 都不敢表示 《华尔西日报》经过对胡锦涛离场画面逐一分析 得出发生这一幕是习近平受益的结果 作者表示 二十大就这样在本来无所期待 或者是期待不高的世人眼中 留下了唯一难忘的一幕 胡锦涛这位中共强大的前总书记 有朝一日遭遇了被击人者当众羞辱的下场 这个动作预示了一切 紧跟着这个动作 习视江山水到渠成了 水到渠成的程度甚至超出所有悲观的预测 有观察人士认为 李克强汪洋低调出局了 对他们来说 坚持到明年三月份的两会将是一场煎熬 而胡春华这位本应该在二十大接班的胡锦涛 隔代指定的总书记完全被虚拟化 甚至连政治局委员的名分都不保 胡春华未来的煎熬将大打超过李克强和汪洋 他才59岁 作者说新科常委个个都在60岁以上 这是习近平的精心安排 这意味着这个班子不存在任何潜在的接班人 在新的五年任期届满之后 习近平可以为所欲为 下一次或者是下下次党代会 与二十大不同的是 所谓接任连任续任这些词 也将失去存在的意义 这些词针对邓小平的废除终身制而言 既然任期制已经被废除 对于习近平而言 未来应该是每五年开一场 全场举手一致拥护的庆功大会而已 作者表示历史就是这样的诡调 江泽民曾经当年拼命让习近平接班 完全没有预料到后来会如此 一个被认为遭受毛泽东迫害过的 开明的前中共领导人的儿子 最后竟然成为了毛泽东的精神之子 辅置以现代的数字科学 对其社会的严厉控制 将远远超过他的同党前辈 作者说从权力的角度来看 习近平达到了顶峰 从今而后 他甚至都不需要像十八大掌权一事那样 急匆匆的抓权 担任几十个明目交叉 羽翼喊混的小组长 从今以后政治局都是亲信 唯一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是 亲信们之间终究也会发生权力不均的问题 内斗或将有一日来得更加的凶猛 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习近平十年反腐 三年严酷清零之下的中国 已经呈现了衰退之势 今年的增长可能为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最低之一 今后的前景也很黯淡 中共后邓小平时代依靠经济繁荣 维护合法性的环境不再存在 处处高喊人民质大 江山就是人民的习近平 当人民的经济出了问题之后 潜伏的危机将无处不在 而从全球的环境来看 中国面临的形势是恶劣的 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略完全被习近平戳穿 中美对抗的态势更趋严重 而习近平与另外一个梦想恢复大俄罗斯的独裁头子普京的同病相连 将更加加加速中国与世界的隔离 作者表示习近平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新的常委班子刚出台 他就带领着他们奔赴延安 参观红旗渠大谈自力更生 习近平还恢复了已经在80后90后几代人记忆当中 不知为何物的供销社 中国改革年代赫赫有名的四通集团的创始人万润南认为 习近平不光只是防疫清零经济清零 二十大上还完成了反对派清零 团派清零 还有红二代清零 作者表示二十大胡锦涛被逐的戏剧性的场面 隐含了很多的意义 这一场面对质得意满的习近平也是突如其来 有网友表示 胡前总书记离席画面及暴君将士凶兆三位一体 有点冲击一统天下 让人浮想联翩